天团五月天跟天后照会面分别在高雄身运主场馆和巨蛋举办演唱会 光是昨天捷运的总运量就高达22万 两场演唱会也在午夜12点之前都有顺利完成输运 但中途也传出突发事件 一名女子疑似她有心脏病史 买车票时突然间昏迷 一度停止呼吸心跳 好在松衣抢救之后恢复了生命争响 大批人潮缓缓移动 演唱会结束歌迷纷纷准备返程 散场时间相关单位不敢马虎 立即协助疏散人潮 即使散场时人潮拥挤 大家还是很有耐心 天后张慧妹睽違六年回到高雄巨蛋热情开场 不仅粉丝好兴奋 连阿妹本人也在舞台上开心舞动 1.2万粉丝聚集会场 散场后也只花了30分钟就顺利完成输运 比台北好很多 大家都很有秩序的排队 比台北就是更海 不只阿妹再聚但热力开唱 另一头在市运竹场馆 五月天同样举办演唱会 海帆高雄 散场后人潮同样挤满周边道路 从竹场馆到捷运站 舞迷们依序排列 站务人员也全体动起来指挥交通 让旅客们顺利上车 演唱会迈入第二场 花了70分钟就全数运输完毕 根据交通局统计 光是31号高雄捷运就加开19趟班次 总运输量也高达22万 那捷运系统的部分 我们会利用加密班次 但散场过程中也传出突发事件 山川白衣的女子躺卧在地 热心民众发现立即通报相关单位 据了解患者疑似有心脏病史 送医途中还一度没了呼吸心跳 结束了解旅客状况及相关病史 并由行控中心紧急通报救护车 好在抢救后已经回复生命真相 意外的小插曲也把大家吓出一把冷汗 接下来高雄最后报道